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月份的最后一期 美洲华尔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本周的整个股市 应该说和上一周是截然相反 连续四天下跌 这也创下了2014年以来 首次见到连续这么多天的 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 到底市场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该如何去对待 来我们首先看一段前方记者的分析 然后我们再来杰老师的分析 谢谢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周的美股走势 周一美股受到中国股市 和欧洲股市双重冲高的刺激 高开高升 周二美股则是低开低走 经济数据不佳 同时市场担心美联储的会议结果 周三美联储主席耶伦市大玩文字游戏 虽然耐心一词被去除 他仍是表示不急于加息 股市随即大反转 道指在20分钟之内暴涨了300点 美元终于出现了回调 但是好景不长 投资人在周四纷纷是获利回土 美元再次强劲的反弹 美股收低 本周的美股行情跌宕起伏 但是总体来看 三大股指都有较大的涨幅 代表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 也涨幅明显 焦点回到今天的股市 周五美股涨势强劲 道指在盘中的涨幅超过了200点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和科技板块 走弱的板块是医药工业原材料 和公共事业板块 上周美股市跌宕起伏 美联储去掉了耐心一词 却又表示不会急于加息 市场也是随之情绪波动 不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今天是受到生物医药板块走低的拖累 那只是微幅的下跌 道指和标准ProBuy指数上扬 今天美股市场表现平平 虽然在经济数据方面 二月份乘务销售是不及预期 美元指数的下跌 是今天推动美股大盘上涨的主要原因 美元指数的变化 对于美国大盘股影响巨大 譬如标准ProBuy指数公司当中 海外收入就占到其 所有公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多 从历史经验上来看 当美元一年升值百分之二十五时 美股的整体盈利将会下降百分之十 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元指数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二 而指数在今天是有所回落 欧元对美元涨回到了1.09 美元的回调增加了投资者 对于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信心 周二美股还是延续了 昨天萎靡不振的状态 早盘低开 盘中的是微幅的上扬 五盘之后跌幅加大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二月份新屋销售远超预期 创下了七年之高 同时美国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是四个月以来首次上涨 不过利好的经济数据 并没有帮助股市走高 反而加大了人们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心 受此影响 今天美元指数继续上涨 油价并没有大幅的变动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微幅上涨了百分之0.23 布伦托原油下跌了百分之0.75 黄金上涨了百分之0.42 报美盎司1192美元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必需品和科技板块 今天的股市实在是让人有点捉摸糊头 早盘时是微幅的高开 随机转跌 五盘之后跌幅扩大 道指在盘中的跌幅超过了200点 纳指成分股的公司当中 更是百分之96都是下跌的走势 解释大盘连续三天下跌的原因主要是有两点 首先临近第一季度末尾 投资人是倾向于获利回吐 也就是说卖掉第一季度当中涨幅高的股票 其中一季度表现最好的太阳能板块 还有生物医药板块 今天都是下跌的趋势 反而一季度当中表现最差的 跌幅最多的油价 钢铁和欧元 今天都是赢家 其次美国二月份耐用品订单下滑 也是加重了美股的跌幅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和公共事业板块 其中在消费者必需品板块当中 受到卡夫集团合并的利好消息 带动了食品板块上升 燕麦片的生产商General Mills 交易代码为GIS上涨了1.24% 走弱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金融 工业和科技板块 本周的前三个交易日的美股是一路的下滑 周四受到中东地区爆发冲突的影响 美股也是笼杖在浓浓的阴影当中 今天美股市低开低走 盘中是小幅的震荡 多次是在涨跌之间徘徊 阴晴不定 中东的战火局势是触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黄金上涨 目前黄金是连续7个交易日上扬 说明投资者对于股市的信心受到重挫 通货几缩的风险加大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原材料和电信板块 走弱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金融 工业和公共事业板块 大家好 在美股周四的盘式当中 各指数受到了昨日大跌后惯性的影响低开 盘中试图按照高度的节奏震荡上扬 期间各指数一度冲上了平盘的上方 但令人失望的是多方未能守得住 收盘依旧是下跌的 从跌幅上看是比较温和 各指数在周线图上形成较大的阴线实体 在短线破位后 我们看到了多方对超卖节奏进行了技术上的修正 目前就标普的整体运营节奏上看 似乎又在做一个横向整理 那么其波动区间呢 应该是在2045到2120点之间 我们在日后的行情当中呢 继续的关注这两个点位的支撑性与阻力性 短线上由于各指数依旧处于超卖的节奏当中 且各指数截止目前的收盘呢 均在各自的关键支撑点位的上方 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改变继续看多的观点 能源类股在本周的行情有部署的表现 借助着原油价格的反弹 其应该是市场日后的热点 对于明天周五的盘势 我个人认为各指数在周线节奏上 各方依旧会对其进行超卖节奏的修正 我们关注反弹行情的出现 同时周五尾盘能否顺利的出现高主的节奏 将要对下周的整个的盘势呢 会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 好的我们所以可以看到本周的一个行情呢 应该在周三呢来到一个高潮 整个的三大指数呢 特别纳斯达克有两千 2 billion应该是说两千 二十亿的一个股份交易 在周三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呢 有各方面的一些原因 首先呢 我觉得大家都很担心 四月份开始的 美国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 这个财报呢 由于受到了美元 比较强劲的上涨的影响呢 相信呢都不是 大家都不是特别的乐观 特别是整个的预估呢 是往下调的 第二呢 地域政治 比如说沙特攻击 攻击这个野门的叛乱组织 第三呢 我相信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对于美联储上周的 野伦主席的这个讲话呢 大家都有一点担心嘛 有一相当大的不确定 有的人说六月 有的人说九月 有的人说2015年都不会加息了 所以市场是不喜欢 不确定性 那么 我觉得这个市场 而且在纳斯达克 创下5042点高位以后呢 向下走 是非常正常的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Rossal 2000 这个小盘股的 中小盘股近几年一直表现不好 由于美金的一个上涨呢 使得 使得 Rossal 2000呢 变成了大家的宠爱 本周呢 也有一个Penny Stock 我们下周会继续跟踪 上涨了2900% 我想说Penny Stock呢 虽然很多人不大懂 或者说听说去 听上去比较怕 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 至少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好久不见Penny Stock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move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的分析图 一张图呢 就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呢 本周呢 应该是说出现了一个四连英 主要原因 刚才已经讲过市场的valuation 可能会比较高 特别是Biotech 他们已经经历了 就是说72%的公司不赚钱 然后只有六七家公司 应该说不到五家公司 12%的公司占据了80%的盈利 另外呢 那SMH晶片类板块 本周出现了一个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现在我来提醒大家 马上我们进入一个break 今天呢我们有送出一本 日本蜡烛图技术精简 大家只要扫描一下 这是一本在亚马逊上 价值16美金的 一本非常好的一个图书 帮助我在去年呢 获得了66倍的收益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 那么如何获得这个书呢 我想很简单 大家有手机的话 可以直接 直接就是扫描一下 然后拨打这个800-958-8561 我们马上break以后呢 再进来 然后我希望大家 不要错过这一本 帮我赚到66倍引力的一本 由这个Steve Nelson 就是威力出版社出版的一本 非常好的一个股票入门书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好 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 谢谢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刚才分析到这个 上周纳斯达克下跌的两大板块 一个Sandisk引力预警 带动整个SMH 就是晶片股板块的ETF 创下了三年的 应该说这个低点呢 应该是比三月份的低点还要低 所以是本月的一个低点 所以SMH的调整 包括像micron MU等等板块出现下跌 还有一个呢 就是IBB 本周呢 这个出现了连续四天 应该说周四的话 出现了反弹 但是整个IBB 在创出历史高位以后呢 出现了反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就是说一下 大家市场上对于整个的 生化股板块的非常大的一个辩论 有的人认为呢 这个整个的 生化股板块已经来到了一个 就是十字路口 有的朋友呢认为这个回落的 去近期的回落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来我们看一个我们编辑团队 为大家准备的一个视频 就讲一下这个 关于生化股板块 好 谢谢 2014年底至今 美股市场已经炒作过 很多不同板块的话题 带动了一波波或长或短的展示 但是生物科技恐怕是 这些板块中最持久的佼佼者 他们与苹果一起成为了 推动纳斯达克再度占上5000点的 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过去几个交易日中 天使却变成了魔鬼 生物科技板块成为了领跌军团 两大巨头AMGN的跌幅 达到3.3% 目前股价106.62美元每股 而BIIB则下跌4.7% 收于431.63美元每股 iShare的生物科技ETF IBB在短短三天内 从前期的高点366美元 跌到了目前的341美元水平 这似乎也印证了 当时美股博客Zero Hedge的 一篇做空生物科技的博文的猜想 那篇文章中称 150个NBI成分股中 过去12个月只有41家盈利 而加起来的盈利总数低于310亿美元 在这310亿美元中 只有5家巨头盈利超过10美元 而这5家公司加起来的盈利额 则达到了所有NBI成分股 总盈利的83% 这就表示72.5%的生物科技公司 都是亏钱的 可另一方面是这150家公司 总市值加起来达到了1.06万亿美元 这代表什么呢 如果换成投资者更熟悉的语言 那就是整个生物科技板块的市盈率 已经达到了50倍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那篇博客的作者认为 就是很大的泡沫 虽然那些看多生物科技板块的分析师 在上涨时认为生物科技板块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转熊信号 在下一个热门板块出现前 仍是热前追捧的对象 但是最近的修正 似乎已经印证了 做空者眼中泡沫的存在 好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本周的一些重大的事件 刚才讲到整个的BioTech 受到了这个Valuation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质疑 因为今年涨幅非常大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本周呢 有巴菲特原来他投资的亨市 大家都知道这个番茄酱 这家公司和卡夫特食品公司宣布合并 那么巴菲特在短短的不到两年多时间 赚取了三倍的利润 我们来看 这也是今年应该做华尔街 本周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合并案 也使得巴菲特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来我们看一下视频 3月25日盘前传出消息 巴西斯木巨头3G资本 确认400亿美元收购国际著名食品公司卡夫 代把KRFT 这预示着卡夫将与另外一家大型营养食品公司 亨市完成合作 因为亨市目前正立属于3G资本 受此消息影响 卡夫股价周三跳空高开 盘中再度冲高后高位收盘 当日涨幅35.62% 报83.17美元 并伴随着将近一亿股的巨量交易 这是三个月巨量的21倍 周四 KRFT股价小幅低开后出现一波拉升 此后围绕上一个交易盘涨 最后收于84.39美元 上涨1.47% 成交量2700万股 但较周三已显著缩量 3G资本与食品行业颇具渊源 他们早在2010年 便将快餐业巨头 汉堡王收归名下 随后又联手股神巴菲特旗下 伯克希尔哈萨维 收购以番茄酱 享誉世界的亨市食品公司 针对这笔交易 巴菲特表示 这是一桩以我的方式进行的交易 合并了两家世界级的公司 同时传递了股东的价值 资料统计 3G资本与巴菲特对亨市的股权投资 已经在两年内翻了三倍 因此KRFT这笔交易 同样被寄予厚望 本次卡夫与亨市洗劫连理后 前者股东将持有新公司49%的股权 另外51%归亨市股东所有 但卡夫股东还会获得新公司的股票 以及每股16.5美元的现金风红 新公司的名字将是卡夫亨市市品 并且会被冠以巴菲特公司的美称 如此一来 其身份瞬间高端大起上档次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指数的走势 首先标普也是在本周 试图下探趋势线支撑 周四的时候 这个行情也是出现了来回的波动 从成交量上有所放大 说明这个市场上bargain hunter 就是买便宜货的一些人纷纷进场 而且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点位 我在我自己的微信上也说 如果跌破这个点位的话 我们技术上叫破位 也就是说非常难看的走势 那么至少我们周四的反弹非常有利 阿里巴巴 Apple 都是上涨 Apple也被 Credit Suisse 瑞银提高了 它的这个目标的价格 那么第五张图就是道琼指数测试趋势线支撑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十字星 说明我们还要等待进一步的一个确认 那么第六张图就是Rosso 2000 今年表现得非常不错 由于美金的上升 使得大家青睐一些小型的公司 中小型的公司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去年我投资的 就是很多投资朋友认为 就是说Warren你看这个 教大家炒股票 为什么就是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能不能也像很多学校一样 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成绩单 那么这张表格呢 是我今年交税的一个1099 大家也可以看到上面 就是整个投资了595块钱 总的回报呢 在这个1099上面是37000多 正如我讲的 其实我关注很多市场 我关注大盘 我也关注Penny Stock 那么本桌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其实我也错过 因为最近的这个Penny Stock Walls 是非常Terrible 但是呢 从罗数2000开始上涨以后呢 使得这个Penny Stock 也开始活跃 MDCN呢 是一家为这个大麻 很多这个医用大麻的一个公司 提供比较不同等级的一个大麻 那么整个的 Outstanding Share Flow 才2300万 那么跌到 如果说跌到Penny以下 它的反弹是非常有利 上涨了2900% 好 那么 我是怎么去 三月份我得到什么最大的收获 我想跟大家沟通的 就是这一个股票 Lumber Liquidated 那么这个股票呢 其实美国股市呢 有涨有跌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一些坏消息 比如说Lumber Liquidated 大家也看过前面几个片子 就是他们进口了中国 甲醛超标的一些强木地板 那么股价呢 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跳空 第二天反弹 走出一个十字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 这本日本图 蜡烛图技术经节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我的微信号 或者直接拨我们热线电话 1800958 来8561 来索取这一本 非常值得 大家入门的一本好书 我也希望呢 今年呢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收获 用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钱 或者大家每个人都有的钱 来获得一个66倍的回报 人家说 俗话说就是 知识就是力量 如果这个买股票不按知识 就是完全炒的话 我觉得没有人会成功 最重要你就要拥有这一份知识 所以大家呢 利用这个 今天呢 我这个节目当中呢 最后呢 我提醒大家赶快扫描 我的微信号 来索取这一本 日本蜡烛图技术经节 你一辈子 投资炒股的好朋友 好 感谢各位的苏翰 也祝愿大家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weekend Have a nice weekend 谢谢 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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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爱yah 这将解释